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而会过得有滋有味 然而 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心理学调查研究结果显示 种下恶因的人今生一定会得到应有的报应 美国耶鲁大学的一项关于人类死亡率的研究显示 不同身份 背景 种族的人群中 那些乐于助人的人 健康状况和预期寿命明显优于那些心胸狭隘 损人利己的人 死亡率相差四到五倍 对于恶人 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 分开来看 这些恶人有的是大奸大恶之人 有的是阴险狡诈之人 有的则是贪图私利之人等等 大多数时候 我们厌倦讨厌的并不是一贯拥有作恶行为的人 而是对那些隐藏在身边的小人愤怒不已 鸣枪一朵 暗箭难防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在生活中 这两类小人行为最容易得到恶果 也最容易遭人唾弃 第一类是杨凤英伟的行径 客观上说 杨凤英伟分为两类 一类是为善 一类是为恶 大众所厌弃的便是为恶这类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所表现的 是这个人的言行不一 品质低劣 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 可能是自私 可能是心中的恶念 也可能是贪欲 生活中并不缺乏这类人 可能很多人在舒适圈待久了 便会遗忘社会即使是个大染缸 它能让无欲无求的人索取无度 也能把品性纯良的人逼上绝路 而在这中间 小人的作用 无疑是起到了催化的作用 当人们反映过来自己所遭遇的一切 本不是气运不顺 而是有人有意为之 属于这些小人的报应也就来了 为什么人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所谓善恶 所谓因果又是如何形成的 有些有着阳奉阴违行为的个体 是天生如此吗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说 人的性格形成原因 指一部分来自于遗传基因 另外一部分则是来自于环境影响 环境因素又包括家庭环境 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 这些因素的交叉才得来复杂的人性 所以 这些作恶的人所接触的环境 必然与善良的人不同 他们所接受的教育 也与大部分人有着差异 有的人作恶 阳奉阴违 是因为他不满于生活现状 或是对他人生出极度的心绪 也有人是这两者的结合体 腾讯视频上有一档热播的情感综艺节目 现在就告白 其中一期节目讲的是一对女闺蜜的故事 这两人其中一个家庭条件十分优越 且对另一个家庭条件差得很好 然而表面上这个贫困女孩 对富家女也很友好 背地里却设计陷害她出轨 且抢了她的男朋友 虽然最后这个贫穷的女孩 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但最后她不仅失去了友情 连她处心积虑得来的爱情也离她远去 显而易见 这个对生活对朋友 阳奉阴违的贫穷女孩 已经自食恶果 我们在对富家女抱以同情的同时 也很庆幸她看清了这个人 二 忘恩负义 第二种则是忘恩负义 农夫与蛇是家喻户晓的故事 蛇不敢念农夫对他的救命之恩 对农夫反咬一口 忘恩负义的人大多不懂得感恩 认为别人帮助他是理所当然 这就要说说春秋时的 晋慧公 姨吾了 晋慧公 姨吾就是晋献公的儿子 晋文公 崇尔的弟弟 先是晋献公宠爱丽姬 逼死太子申生 公子崇尔 姨吾逃亡他国 晋献公死后 晋国内乱 秦穆公便帮助姨吾回国即位 而姨吾则许以成事后 割河外五成为谢 后来他在晋国的帮助下 回国即位 为晋慧公 即刻就反悔了 竟不打算割成给晋国 而晋慧公也没拿他如何 后来晋国又闹饥荒 苍礼空虚民间绝食 晋慧公居然还厚着脸皮 向晋国求救 而晋慧公因为考虑到晋国人民 便不计前嫌 送了几万斗粮食给晋国 帮助其挨过了饥荒 可第二年轮到秦国闹饥荒了 便向晋国求救 这次晋慧公堆着粮食 却拒绝救济秦国 事可忍 孰不可忍 这回终于惹火了秦穆公 便率领大军攻打晋国 在龙门山大败晋军 还俘虏了晋慧公 不过只是囚禁了他两个月 又把他放回了 虽说春秋无意战 可是当时诸侯之间的基本信用 还是有的 而晋慧公真真算得上一个 十足的无赖了 丝毫没有良心 在尔虞我诈的今天 像晋献公这样的人 恐怕就多不胜数了 而很多都是之前很亲密的人 遇到了自认倒霉 良心防线竟已崩溃 事件法律也帮不上忙 也有一部分人把别人的帮助当作是迫害 这类人隐隐已经有了偏执性人格障碍的症状 无论如何这种行为终归会让人厌恶 当今社会最是提倡感恩 对忘恩负义这种行为容忍度几乎为零 因为没人想自己帮助了一个人 到头来却要被迫害 其实 每个人都有阴暗的一面 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说 本我内心的欲望是每个人都有的 关键就在于 个体的自我能否压制住这股欲望 以及超我对这两者的控制力度 三者平衡则相安无事 本我壮大则出现问题 生在凡世间 每个人都会染上凡世气息 拥有七情六欲 可见有欲望很正常 然而不是每个都能把欲望控制得恰如其分 因此便有了 适可而止和得寸进尺两类人 墨加思想中提到 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 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 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这也认同了佛家思想 有什么因必有什么果 因果报应并不是悬而又悬的传说 它真实存在于生活中 稍微不留神 我们便会陷入因果循环中 这也是提醒我们 为人真诚善良 未来才不会被恶报缠身 人生在世 这两类作恶行为的因果最严重 因果定律是个既简单又相当复杂的 宇宙物理运动现象 灵时不死和六道轮回 这是认识因果律的基础 三世因果六道轮回 一个人善恶的行为 有现世报 来生报和后世报 还有不定报 但只要因缘成熟 报应一定会来 都要承受自己的因果 每个人的生活 都是自己的一场因果 天网灰灰 疏而不漏 因果报应 真实不虚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做错了什么 就要承担自己的因果 在这个尘世间 没有人能逃脱生命的因果定律 越是有德行的人 修养深厚的人 没有不讲因果 不强调因果的 因果不是迷信 而是自己一心一念的感召 是自己善恶行为的结果 善恶到头终有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你做了什么 就要接受自己的因果 感谢你的喜欢 愿你福生无量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